第八十七集 我只想当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这位莫名其妙跑来要人的银罗叫陶满 与李玉春没有太深的交情 只是同在一个衙门 抬头不见低头见 倒也算熟 李玉春的当然拒绝 开什么玩笑 赤裸裸的劫走我的宝藏男孩 我会同意 但陶满似乎不在意李玉春的态度 带人进来知会一声 然后扭头就要带走许其安 哐的一声 李玉春挥舞衣袖 春风堂的大门应声关闭 陶阴罗被他反应给惊到了 李大人 这是何一啊 陶大人又是何一 李玉春面无表情的起身 指了指墙角 示意许其安到那里去 等小老弟乖巧的照做 他才看向陶阴罗 你和我不是一个金罗手下的 没有这个规矩 同一个金罗手底下的话 人员的调动 甚至都不需要去文房修改档案 直接上门报到就成 但不同金罗的下属 出现人员调动 需要走一大堆的流程 李玉春和陶满的上司 不是同一个金罗 他们手底下的铜锣 不能随意的调动 逃满那一拍脑门 指着角落里的许其安 是这样的 是江大人让我过来提人 他看中这小子了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福气 你还傻愣着干嘛 过来呀 还出墙角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江金罗看上了你 这是你的福气 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江大人是不是还要 巴台大教台我过门 话说我都不认识他呀 许其安心里吐槽 朝李玉春投去 询问的眼神 那你去回复江大人 我不同意 什么 逃满怀疑自己听错了 这个李玉春 他敢拒绝江大人 今天是不是喝了假酒 脑子不灵光了 我懒得跟你废话 江大人还在等着呢 我现在就要提人 你有意见 自己去找江大人 姓陶的 你敢动我的人试试 今天要是让你踏出这个门槛 老子就不叫李玉春 姓李的 你今天真魔争啊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两位银罗的争吵 惊动了偏听的 铜锣和丽园们 宋廷峰和朱广孝 以及陶满带来的铜锣 几人蹲在院子里吃炒豆 听着里头的骂鸡声 一位铜锣 用刀鞘拍了一下 宋廷峰的大腿 你们那个同僚 什么来头啊 没什么来头 那姜金罗 会铁名道姓的要他 铜锣们不信 这样的人 肯定有天赋异禀之处啊 宋廷峰想了想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去叫方思税姑娘 不要钱 众人不信 看向朱广孝 后者点点头 这下就信了 铜锣们大吃一惊 虚心求教 白嫖啊 是人类自古不变的快乐吗 怎么就不要钱了 不能说 我答应替他保密 宋廷峰摇了摇头 顿了顿补充道 他给了我们一两银子 做封口费 一两银子是吧 给 宋廷峰结果收到怀里 一两不够 得加钱 不够 再给一两啊 铜锣们期待的看着他 说吧 因为是我们请客啊 揍他 宋廷峰被几个铜锣 按在地上锤 银子抢回去了 关于杨玲这个马甲 许清安 请两位同僚 在桂月楼吃过一顿 当做了封口费 其实在宋廷峰和朱广孝眼里 睡浮香才让人羡慕极度恨 至于失财呢 狗屁的诗词也有个屁用啊 粗笔的武夫可不鸟 你是写的好不好啊 将律中坐在堂内 调来了许清安的户籍和资料 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当初睡淫案中表现突出的 长乐县小快手 凭远博被杀案是我负责 虽说魏公替我扛住了朝堂葛方的压力 但我不能因此懈怠 这样会让魏公质疑我的能力 此人擅长鸡拿办案 正是我需要的人才 而且与四天剑术士来往密切 我可以通过他向四天剑购买法器 武装下属 平远博死不足惜 但案子还是要办 办成了就是功劳 许清安仅靠卷宗就破解了睡淫案 能力出众 这是许清安的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四天剑的白衣看不起武者 除了定期补充铜锣法器 其余法器吝啬的不肯售卖 那天他看见白衣术士对许清安如此恭敬 得知许清安与六品炼金术师们交情莫逆 就动了收入麾下的心思 一件品质绝佳的法器 除了需要镇湿点睛 炼金术师的锻造 同样不可或缺 这时 陶音罗大不流行的走了进来 满脸怒戎抱拳说道 陶儿 怎么回事 就是不给人 还说如果你有人 可以 亲自到他那里去 陶满如实相告 他被李玉春给气坏了 要不是衙门规定 出演武场 打耕人之间不得私下斗殴 陶满早就让李玉春知道 自己的拳头有多硬 有多大 江金罗不带喜怒的说了一句 好 我亲自去 另一边 李玉春跑了一趟杨艳的神腔堂 没寻到人 到偏厅找了丽媛一问 杨金罗在好奇楼陪魏公喝茶 魏媛有两个义子 一个是衙门里公认的 比衙门更水灵的南宫嵌柔 另一个呢就是油盐不尽的杨艳 李玉春跑到好奇楼 说有重要事情汇报 指手的护卫赵立上楼通报 得到召见后 春哥是登登登的一口气上七楼 见到坐姿万年不变 刻板严谨如石头人的杨艳 春哥松了口气 杨金罗 杯子有事兵报 杨艳微微寒手 目光沉静的望来 说 春哥带着些许情绪的说道 杨金罗要抢人 魏媛和南宫嵌柔看了过来 抢人 是 抢同罗许吉安 杨艳能眉一阳看向魏媛 义父 那是你俩的事 杨艳当即起身 快速的离开好奇楼 李玉春朝着魏媛和南宫嵌柔抱拳 转身跟了上去 他简短的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不知道那姓姜的抽什么疯 今天忽然命人 来我春风堂提人 霸道得很 许吉安是假上辞职 可不能拱手让人 杨艳一声不吭 脚步加快了几分 他的态度很坚定 假上辞职的铜锣 肯定要握在手里 谁敢抢人 就把谁脑僵子给打出来 两位金螺在春风堂门口碰了个正招 姜吕中先是一愣 眯着眼 让眼角的于尾文愈发的明显了 杨金螺 可否把许吉安调到我回家 杨艳没有开口摇了摇头 不同意 为了一个铜锣 姜吕中目光微闪 喝了一声皮笑肉不笑 哼 我偏要呢 按规矩吧 哼哼 行 什么规矩啊 当然是打架 这是未冤定的规矩 不管金螺银螺还是铜锣 只要有矛盾 那就武力解决 但一定要在衙门的演舞场 不能私下斗殴 于其私底下 勾心斗角 你死我活 不如摆在台面上 真刀真枪的盖一场 武夫要纯粹 意气不可以 两位金螺为了争一个小铜锣 要在演舞场一掘雌雄 消息不惊而走 真讨厌啊 人家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听到消息的许吉安 跟着同僚们一起去演舞场 看热闹